这咋还停了呢 不再提哦 不提错 来来来 咱一起提出来的 来 一 二 三 四 老板欠钱就不给 神龙见首无见尾 这一活干的真后悔 真后悔呀 真后悔 真后悔 我给王老板施工干个活 你说我这活干完事 他的钱也不给我 你多欺忧人厉 你说我要是有赵文卓的身手 他敢欠我钱 没办法 到了 不行 我还是被敲 上几回我上他家敲门 他也不够开 我明明我知道他在家 他在屋里有吃有喝 我在外边又冻又饿 这回我学间了 这吃的我都带来了 今天呢 我在他家门口 我给他来的坐吃等死 不对 坐吃死等 哎呀 这不对呀 头两天我来踩点的时候 还浪漫漫漫漫的 这两天都变成一无所有了呢 哎呀 饭飞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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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会儿我一直当干呐 不行 肥不足空我还得找找 哎呀 啥玩意这是 马英龙 是这说的 我也使不上啊 不行我还拿着吧 万一以后我得这病留着备用吧是不是 哎哎哎我发现我听我心眼啊 我可不是一个笨贼啊 不行死的不会久留 我得赶紧撤 哎呀我老板哎呀我老板那还呀 你赶紧把那钱还我我收你了 是什么呢就他给我 哎我老板 王老板呢你能不能看过说话 你不是王老板呢 你看我还以为你是他呢 我还以为你要逮我呢 啊不是我还以为你要额我呢 没有没有 哎哎 那个 那你不是王老板你在他家 你在他家 你是谁呀 我 啊 我知道了 你是他家亲戚吧 哎哎哎对对对对亲戚亲戚亲戚 那那你那你是他什么人 啊 啊我是表哥 表哥啊 哎哎哎哎哎 表哥你好表哥你好 你好太好了太好了 哎哎表哥那咱进入闹呗 进入闹呗 好啊我有事我有事 我有事 进入闹了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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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哎呀可开门了 那个表哥 我算这趟来呀 已经是第八趟了 你说你 表哥你听我说话呢 啊 听了听了听了 你瞅啊 瞅着 你精神急动点行吗 急动了 表哥 我告诉你咋个事吧 你说我给你那个表弟啊 干活 干了一寸到八下 我这活给他干完了 他不给我钱 他有钱他不是没有啊 他就欺负我呀 你知道吗 哎哎 你如果找那些工人天天跟我要钱 这眼球都过年了 你咋整啊你说 我妈现在还在医院等着这笔钱 等着这笔钱救命呢 表哥 你跟你表弟好好说着 把那钱给我要回来行不行 哎 表哥 我求求你了 你答应了吧 表哥 起来起来起来 咋跪下来快快起来 兄弟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我答应你答应起来 兄弟先快起来 坐坐你看咋跪下来 谢谢表哥 刚才我听你明明白白的 你你给他干活 嗯 他没给你钱是不是 对 好 我走了 哎表哥 你不问我要钱吗 你懒得坐着啊 坐着等等你表弟回来 好好好 谢谢表哥啊 表哥多好 表哥 哎 哎 哎 你表弟回来了 我去开门啊 嗯 哎你好 我是收眉气费的 啊收眉气费啊 对表哥 哎呀表哥 哎呦 哎呦 这十八楼的多危险 我问一下谁是护主啊 啊 他是护主的表哥 表哥也行 他是收眉气费的 啊 收眉气费的啊 对我是收眉气费的 好那你收吧 哎哎 哎 走吗 啊 我问你说什么表哥 我今天你先别走 你先把眉气费给交一下再走 干啥让我交我 我又不是护主啊 那你不是他表哥吗 那等他回来再交吧 等啥也等啊 我来多少趟了 你这表弟我根本就找不着人 我容易吗 我一天跑这么多趟 你给交了吧 不是这姑娘你说话 你得注意点 您这是堂堂王老板的表哥 难道差多少钱呢 表哥 你给他垫下 你给垫一下 垫下 垫着垫上 没几个钱 我钱 七百二 七百二十的这么贵 他个家放火了 我跟你说吧 就你那表弟都半年没交了 他能不贵啊 半年了 得一七百多 表哥 能便宜点吗 大哥 这煤气费哪有奖价的呀 打折吧 不能打折 打折我自个儿就搭上了 你快点 表哥 赶紧你给他拿吧 玩意儿你表弟回来就给你了 想给你 磨磨叽叽的 给他 谢谢小 谢谢小 差二十呢 就不能抹个零啊 大哥 你真不能抹零 我抹零 我自个儿就搭上了 你再找找表哥 你有吗 给他 我拿我那钱没用来呢 你再找找 咋这样 马云龙 这碗也能吃二十块 我已经拿了 我拿这碗有啥用的 我我也没有这病 我不要 万一你老公有呢 我老公也没有 你老公公呢 你这人说话这么气人呢 我们家非得得着病啊 给你 来 差二十我给你记上啊 下回 开发票 不开发票 送饮料 吃饭的 给你发票 下回你及时点啊 把第二十补上 别左一趟右一趟 老样我们跑 交点费这么费劲你 行了 哎呀 不是你再一说话咋这样一样啊 哎呀表哥 咋不客气一样呢啊 你那工作 你啊 臭啊我这谁当的 一天没头着 搭了七百块钱 表哥那说啥呢 啊我说表弟太不像话了 我给电七百块钱 哎呀骗子了 回来就给你 我这咋的欠你二十块钱 你没完了你 大姐啊 刚才那个动作是你完成的吗 是我完成的 打的是我吗 打的就是你 你看就是好人 不是你谁啊 怎么进入就打人呢 还敢问我是谁 他就那王老板吧 不是他是那个王老板那表哥 表哥 你看都不是什么好人 一路货色 不是大姐你咋这么说 我咋说话呀 不是那个大姐你这也太猛了 你表哥人可好 哎表哥你干啥去 你这么大头你怕他呀 那么让我失望你 我怕了吗 那你不怕你跑 我没怕我这跑吗 我那散步的 我那 不怕咋的呀 还想再来一下的 我就跟你说 就你表弟那是什么玩意啊 玩意那我妹妹感情不说 把他借了两万块钱 到现在也不还 还想把我妹妹给甩了 有他这样的吗 我来这一看这我不熟悉的 这不就要跑吗 你说他是人吗 表哥你听不见 啊 你说你表弟的人是啥人呢 那是啊 我告诉你表哥 这媒体配就是白瞎了 就你表弟的人肯定不带给你的 什么玩意呢 那是是人吗 那是 他也不是人了 这是什么玩意呢 老板就留不起啊 老板就不干钱不给啊 老板就管到人家感情吗 老板就干没心肺不交吗 我给你几百块钱 我还爱个大叔抱着啊 老板呢 表哥 老板出来 表哥 老板出来 你别让你表哥 那个他还没回来呢 咱没回来呢 我等他 好好好 表哥你别生气啊 放心 你们俩的事儿 抱在表哥身上 哎呀那太好了表哥 哎呀妈那么太好了 大姐你看你出手太重了 谁不说这一巴掌打的 这不就是误会吗 哎呀来给你揉着吧 疼不疼啊 打得不打 我妈都没打过我 千万别往心里去呀表哥呀 表哥你收回去的啊 这事还得靠你 没事 没事 天空飘了五个字 全都不是事儿 试试就一字 哎呀 好 爱情不是你想买 想买就能买 让我看清 让我放开 放手你的爱 嘿 巴扎嘿 这谁搬给这 上空的啊 上午都来求财来了 气大 这门哪被锁呢 哎呀 我打小时起了 走烫屋了 这是我家呀 哎呀 哎呀 什么局面 哎呀 王老板回来了 不怎么的呀 签你俩钱 你这怎么还拧家要来了 王老板 我求你 回来了哈 你好 你才好呢 哎 哎 这到底是什么局面 回来来 干净 过来过来过来 刚才也 别人也是那么打火的 来 怎么 新打手来了啊 站起来啊 坐 上来站起来 上来站起来 啊 别扭 我问你 你说你这么大老板 你咋不办人事呢 啊 我问你 你怎么玩弄人家感情呢 妈呀 是我妹妹 对 她妹妹怎么玩弄你感情呢 不是 是她玩弄我妹妹感情的 到底谁玩弄谁呀 她玩弄我妹妹 对 你怎么玩弄人家妹妹感情呢 大姐呀 哪个是你妹妹呀 对啊 是啊 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啊 我就那一个妹妹 我说你咋这么没良心呀 我们两个人嘛 是发生点误会 什么误会 啊 你这不玩弄人家感情呢 把一妹妹抛弃了 还借了两万块钱 直到今天不给 你这屋手这么力度 你要跑是不是 我问你这钱 能不能还 能不能还 我来 拿钱 大姐你查查她的钱 哎 妈太歇气了表哥 是不是两万 是是是正好正好 另外她妹妹让你抛弃了 她妹妹怎么办 明天上午登记下午就娶了 这还差不多 我犯罪 我犯罪 大姐啊 就这个人品 你妹妹嫁给她 我能放心吗 不行 分手 对 分手 我妹妹说什么也不能嫁给你这样的啊 你什么人哪 这人品也太差了 跟你表哥 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你看看你表哥 眉情目秀 绑大遥远 一看就是好人 我呀 就是结婚结早了 我要是没结婚呢 表哥 我走 我我我 我懂啥 我懂啊 拿钱快走吧 那行 那表哥我先走了 太感谢了 谢谢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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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咱们坐一台来 坐下 我问你来 这小伙子跟你干干活了 你怎么不给钱呢 大哥呀 我最近手头太紧了 确实没有钱 没钱是啊 没钱哈 你 好 五哥呀 五哥呀 五哥 听着了吧 这小伙子说他没钱呢 怎么办呢 啊 打他呀 哎呀 打得他个疼啊 疼也打呀 好 好好好 好好好 我听五哥的啊 我给 拿钱 钱都在这呢 一分不少 兄弟查的钱 够不够 查的 表哥 谢谢 你看你咋又跪下了你呢 兄弟 太感谢你了 表哥你要是不来 我的钱一半我都要不来 好兄弟 谢谢你表哥 好兄弟 你是大好人的 好兄弟 我陪陪你这样的事 赶紧回家给老妈治病 好好不好 再见 表哥你保证啊 好 你是世上最好的人 好表哥 你最好 好好好 保证上你啊 谢谢你 兄弟 再见啊 有这样过来玩啊 好 好人 是好人 是好人 好啥呀 不是 大哥呀 我问一下 我看你那小伙伴都走了 你怎么不肯走呢 我不认识他们 我干啥和他们走啊 你不认识他们 你不认识他们 对啊 你是不是在你家刚认识的吗 那你是谁呀 我不是表哥吗 我也没有表哥呀 你没有表哥呀 我也没说你非得有啊 不行啊 咋的啊 那你怎么进来的 我敲门进来的啊 那你是小偷 你说谁是小偷呢 哎呀对呀 我跟你说实话 我呢真是小偷 我今天到你家来我啥也没偷着 我就偷了一个这玩意 我还用不上 还给你 我虽然说到你家来 我啥也没偷着 但是我收获了一个做人的道理 做人呢 要有正义感 有可能论金钱和地位 哥们和你没法比 要是论正义感 哥们抄你四圈了 我呀 我也不怕你了 我也想好了 在你家的屋除去 我马上到公安局 投案自首 那是为啥呀 多傻 为啥 我来告诉你为啥 我吧 以前不是什么好人 但是今天在你家 我当了一把好人 彻彻底底的做了一把 当好人的瘾 这种感觉 挺爽 所以说我要到公安局 投案自首 起心革面 重新做人 从此做个好人 好 告辞 哥呀你走啊 这么晚了再待一会儿 不是你真呆呀 我想起来了 刚才你面个家 表哥给你垫了七百块钱 没机费 给我报了 不是哥你也看见了 这钱都让你分了 我还哪有钱呢 要不这个你还是拿走吧 三分九软又回到我手 难道这是天意吗 难道我这辈子就该得这种病吗 报应啊 我四手去吗 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 免费给大家分享一个 让你开心 让你笑的滑稽小品 其实呢很简单的哦 首先我们要打开微信 然后点击小加号 选择添加朋友 选择紧底端的公众号 我们点击 输入微信公众号 CM 5990CM5990点击搜索 点击滑稽小品 我们进行关注 我关注之后呢 选择进入公众号 进入公众号之后呢 点击底端的滑稽小品 那么接下来呢 恭喜大家 成功进入我们 免费观看的页面 这里所有的小品呢 全部都是免费的哟 那想看的朋友们呢 一定要记住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CM5990CM5990 看完之后呢 记得分享一下 你的朋友圈哟